朱元璋大战河阳湖 朱元璋设置应天府 采纳了诸生等谋士的建议 拥有了一块可攻可守的根据地 但是北方还是元朝的天下 南方则四处充满了强大的敌对势力 浙西 福建 梁广 仍然在元朝的官吏手中控制 浙东有方国珍 东吴有张世成 四川有明玉珍 都割据一方桀骜不驯 而最强大最危险的 是占据长江上游 湖南湖北和江西的陈有亮 那么这些呢 都需要认真地去对付 陈有亮为人凶狠霸道 他随徐寿辉 倪文俊起誓 徐寿辉称皇帝 封他为元帅 后来他谋杀了倪文俊 徐寿辉二人独自控制军权 自己做皇帝 国号呢成为汉 他也视朱元璋为大敌 不断的向长江下游发起进攻 公元1360年 陈有亮派人约张世成 共同出兵打朱元璋 张世成犹豫不决 陈有亮便独自带领兵船 从江州沿长江东下 助兵踩师向应天俯扑来 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汉军 应天城里气氛十分紧张 有的主张弃城逃跑 有的主张开门迎降 只有军师刘姬认为 张世成胆怯多疑 没有把握是不会出兵的 而陈有亮凶猛 但是呢少智谋 汉军虽多 但是远道奔袭 孤军深入 军队疲劳 可以用计引诱他们来偷袭金灵 然后呢再设下伏兵打败他 但是派谁去引诱陈有亮呢 刘姬推荐了原来是陈有亮的老熟人 现在是朱元璋亲信的康茂财 朱元璋采纳了刘姬的计策 让康茂财给陈有亮写了一封诈详信 说应天城内空虚 汉军尽快兵分三路来攻 康茂财做内应 可以一举攻破金灵 送信的是康茂财的老仆人 也曾经在陈有亮的府中服侍过 陈有亮读过信以后 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他就问老仆人 到时康公在什么地方等候 老仆人说 我家主公说 驻守在江东桥迎候陛下 陈有亮又问清了 江东桥是一座石桥 让老仆人转告康茂财 我要亲自带领来 到时候我叫老康为暗号 他要赶快来接应 老仆连声应诺 满心欢喜的陈有亮 随后就命令军队兵分三路 亲自带主力直奔江东桥而来 朱元璋立刻部署伏兵 亲自带领大军驻守在卢龙山 也就是现在南京的狮子山 命令大将徐达常玉春 埋伏在汉军进军的沿江要道上 又派人连夜把江东桥改建为木桥 陈有亮的兵船偷偷的驶到了约定的地点 却只看见一座木桥又不见人影 不免怀疑起来 他连忙不住声叫老康 老康 但是没人应答 就在这个时候 岸边齐刷刷的伸展出一片旗帜来 陈有亮心知 不好 联盟拨转船头就想撤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岸上水中都是诸军的士兵战船 飞舰夹着炮石射向汉军的船队 汉军被杀得七零八落 死伤无数 被扶的舰船达到一百多艘士兵两万多人 陈有亮换了条小船 总算逃出一条命 回到了汉阳 朱元璋的军队一直打到了江西的南昌 陈有亮元气大伤 但是不甘心失败 他仍然把守着湖南湖北的大片土地 依旧是朱元璋的劲敌 为了报仇雪恨 陈有亮又精心建造了数百艘装备精良的大型战舰 这种战舰高树杖 上下三层 外包铁皮 上层载兵 下层载鲁公 每艘船数十条路行驶如飞 公元1363年 陈有亮把他的家属和文武百官都搬到了船上 孤注一掷 号称六十万大军 趁朱元璋出兵解救安风之围的时候 向东西来 但是陈有亮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那就是他没有趁应天的空虚指导朱元璋的老巢 而是用重兵围攻防守顽强的宏都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 连续数月 久攻不下 这样他就丧失了战绩 朱元璋解了安风之围 急忙抽掉了二十万军队来救洪都 陈有亮把军队撤到了鄱阳湖上 企图利用他自己的舰船高大数量多的优势 消灭朱元璋的主力 朱元璋命令各军封锁住鄱阳湖的出口 要和陈有亮决议死战 两军的主力相遇在湖中的康郎山的水面上 汉军船体高大 朱军虽然作战勇敢 杀上了不少敌军 但是本身也有很大的损失 一连三天都没有去胜 混战当中 朱元璋的坐船还差一点被汉军俘虏 朱元璋于是改用火攻的办法 调集了七条小渔船 满载芦苇火药 又赶死队员驾驶 驶进了汉军的大船 战据上风头 等到东北风一起 就点燃小船冲了过去 汉军的大船转动不灵 你推我撞躲避不及 被火船引燃蔓延开去 瞬时间便腾起熊熊的烈焰 几百艘战舰转眼化为灰烬 无数汉军葬身在火海和湖水之中 陈有亮在乱军之中中箭而死 朱元璋消灭了陈有亮 便腾出兵力 先后平定了东吴的张世成 浙冬的方国珍 扫荡了福建两广的元朝的残余势力 南方的半壁江山 基本上已经归入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后来他又连续的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 把被他控制的 对他实际上已经没有用处的小冥王 暗害于瓜州附近的长江之中 瓜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 扬州的南部 龙凤政权就此彻底结束 第二 扩建应天城准备建都 第三 自封吴网成为吴元年 第四 开始军事北伐 统一中国 公元1364年的农历十月 周元璋任命徐达 作为征北大将军 常玉春为副将军 率领25万将士北伐 北方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元朝的统治 但是分别被元朝的军阀官僚所割据 周元璋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 先攻去了山东 然后又去河南 同关 河北 除去元朝皇帝的左膀右臂 这样的话呢 也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大军直扑京城大都 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 周元璋在应天即位做皇帝 后任称明太祖国号大名 改元洪武 这年农历 润7月27号 徐达大军进入大都城 元顺帝带着公妃百官逃往上都 统治中国97个年头的元朝灭亡了 此后 明太祖派遣徐达 常玉春 蓝玉等大将 率领大军多次深入末北 肃清了元朝的残余势力 在比较长的时间内 保障了明太北方的安民